另外驚悚的意外 电视节目八点档夜市人生 在万里渔港拍摄的时候所发生的意外 这是一人搭游艇拍摄出海的剧情 结果大浪使得游艇触跤了 船上的演员跟场务都重心不稳 一个被摄影师的电池给撞到头部 另外一个则是当场挂彩 打背凶狠 演活台湾本土剧二人形象 金大风的李正英 为了戏剧效果日前特别出外景 在万里渔港和戏里对手王世贤大打出手 岸边对打还不够 李正英跳上游艇上演一出海上追逐战 没想到却因风浪过大 拍摄中摇挺触跤 一个重心不稳 摄影机竟撞上李正英 头部咔嚓一声 所有人都以为他脑袋开花 手忙脚乱要救他 还好原来是摄影机电池外壳裂开 但意识有点模糊的李正英 下船后连路都走不稳 赶紧送医检查 有轻微脑震荡 不过另一名厂务助理比较惨 左脸颊有撕裂伤 还缝了四五针 收视率话题十足的本土剧 开拍至今一年半 日前剧组也才开心公布 一破三百集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 手起拍摄意外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